各位早安佛观的观众菩萨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经典故事 我要先介绍一下 各位请看这幅图 这是李肖坤老师的作品 我都有印象 他都有送给多伦多佛光山 有一幅类似的 但是是很有创意 也是一幅心经 然后一个小和尚 好像看着这样 收藏在多伦多的保障馆 这幅是在网上 网络上找到的 要顺便提 我有两本书 其实封面都是 李肖坤老师设计的 我就顺便说一下吧 反正今天说故事 我有出版两本书 这两本书的封面 也是李肖坤老师设计的 但是其实 在他设计之前 我是不认识他的 真的是太孤陋寡闻了 见过作品 但是没见过本人 那一次就是为了要 当时第一本书 说故事的旅程 是第一本书 正是到了 这个美术编辑的阶段了 当时的 乡海的执行长呢 就是蔡孟华老师 他就请我去看 他们编得好美哦 就是 好像旅程嘛 所以就很多花鸟 树木 彩色缤纷这样子哦 每一页都配彩色插图哦 我当时看的也是 这个就是眼花缭乱哦 我就很不好意思哦 我就跟孟华执行长 还有那位美编小姐说 我说可不可以哦 嗯 哎 把这些彩色的插图都拿掉啊 好 我说我觉得素素的哦 我这一个叫做 一个比丘尼的人间行脚哦 就不要那么多羁绊 就是隔腾哦 走得畅快一点哦 啊 孟华老师就说 你不喜欢这样 我说他是很美的 但是我就跟我一路 观察这个人间 写下来的心得 好像 会 会有点装饰过度的感觉 我说啊真不好意思 我还真是对着那个美编书 好 然后 那孟华执行长就说 啊 这样拿掉了就很像教科书呢 哦 我说这样啊 呃教科书也没关系哦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听不懂法师要什么 我这不知道 呃 我这不知道 呃 就是说老师的这个深度 高度到哪里 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呃 但是这一听 马上触动我的心就很感动 呃 哎呀我看到我看到我当时真的是高兴到眼泪都掉下来 啊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哦 啊这就是后来我第一本书是说故事的旅程 第二本是来一壶我茶吧 其实老师当时画了四幅 好可爱哦 老师当时说 这四幅给你出四本书用吧 这样 果然我后来在世界日报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写的那个专栏 啊其实我相信就是四本书 封面都设计好 我还没有空再去把它 呃 这个润稿啊 再准备出版 啊 还要再补几篇啊 最近的一些文稿啊 啊这都还是要时间去处理 但总之啦 今天因为用了这幅画 我就稍稍说一下啊 这个画中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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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但讲起来我借用这幅画 其实 因为今天经典故事嘛 我说哎 那讲什么呢 我们那个法华七个辟语的系列刚过嘛 呃 所以有个系列我不用每次都想 呃 那当然能据法师说 哎呦 大制度的里面很多故事啊 啊 这个六度基金也很多嘛 呃 那个 呃 师父的禅画 白玉金 好多哦 其实包含 就是我们佛光出版社 我们 装师父几位长老写的 佛教故事 呃 这个拳几啊 啊 那个更多哦 呃 所以我就随手刚好拿到禅画 呃 哎 一看 好 今天来讲 好 有关 赛账经 呃 这就是为什么用了这幅 波瑞心经啊 很有这种味道的感觉 呃 大家听到一修禅师 啊 会不会想到那个聪明小和尚那个 也有什么事情 他就要这样想一想 啊 马上就有了 好主意啦 啊 那个 那个卡通啊 嘿 呃 都把他记录下来 都是非常的经典 但我今天呢 呃 要讲的是赛账经 好 这是 呃 他是在大概六七百年前 日本士丁时代的人 那个就是幕府时代 哦 日本的幕府时代呢 就是说幕府将军啊 这些武士啊 将军啊 他们的呃 势力哦 要大过天皇的那个年代 幕府时代 所以那些将军权力之大 什么都管 包含连寺院谁当主持任免 都是他们说的算 所以就衍生很多 然后也有一些故事 也是从这里出来 那总是讲呢 就是 呃 这个 就是有一天就是 呃 一休禅师走在肩上看 呃 大家怎么都往比瑞山山上跑啊 呃 都是 好像行路匆匆的赶快啊 这样啊 呃 他们就讲说 今天是呃 比瑞山啊 就是开山门 要赛账经的日期 好 所以大家都要闻风而至 为什么呢 就据说啦 塞账经的时候呢 那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厨师啊 这些装备嘛 所以到一年之中 只要安排 就非常仪式化的 让这些经书也是 塞一下 干燥一下 不要发霉长虫这样 那说 即便是牛啊 闻了那个书 翻动的那个香味啊 都 来生都可以解脱 都可以怎么样 那人呢 闻了之后呢 就会智慧增长 那当然其实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 你就打开来闻一闻 你都会长智慧 这这是什么意思 要你打开来看一看的意思嘛 那 但好过你都不摸 不碰 这个 你起码结个文字圆吧 有的时候也会方便说了 那 但是你不能只停留在 我就是闻一闻 就 关上就放回去 好 那总是呢 当时已经形成说 大家不一定会去 阅读证经啊 去思维法医 而只是说 哦 今天要塞藏经 我们要去闻一闻啊 就是这样子 嗯 那一修禅师听了说 我也要去塞藏经 哦 他也跟着人家 凑热闹去了 去到比瑞山上呢 哦 那个 我们就讲日本也是很仪式化嘛 哦 他那个要打开藏经啊 要唱诵什么呢 要做什么动作啦 要怎么样呢 哇 考究得很 哦 大家都很虔诚在那里 林纳功德 我们的一修禅师做什么呢 他大啦啦地就往藏经那一边 就坦胸露臂的 打开他的衣服 露着 就露开他的 就是坦胸露臂 就是露腹吧 就躺在那里 晒太阳 嗯 大家就觉得你真是大不敬啊 啊 这是法宝藏经在这里 你怎么会这样不穿衣服的 躺在那里呢 哎 他听到人家在 对他责难嘛 他坐起来就说 你们晒藏经 是文字上的藏经 我也在晒藏经啊 因为我满腹都是 经文啊 我也要晒 这样 我这个藏经啊 是更珍贵的 因为他会走路 他会吃饭 他会做物 他可以说法 我这个藏经 可是更珍贵的吧 这样 这个典故呢 又被记录下来 他就是 要讲他这一辈子的一个代表字呢 就叫做 狂 狂 他的行径啊 有的时候 他也不按常理出牌 那有的时候呢 他的狂啊 也是故意的 破除 有一些人对表象的执着 所以 他的这个记载很多啦 比如说 他是天皇的师生子 虽然是 就是他从小就被送去寺院出家 避免他来争权嘛 他毕竟是天皇的儿子嘛 这个在历史上是确实的 那 所以出家呢 对大家都好 他也保平安 那 这个历史 他的故事就不说 但是我只是觉得 为什么我今天想来分享这个故事呢 每一次讲呢 应该都会有 出发到什么 我们的图书特展啊 要圆满了 7月9号 圆游会 一圆满 图书特展 也要跟着就撤退了 就闭幕了 这是纪念师傅的图书特展 这个过程中 这两个多月来 许多的人 看到师傅的书 好高兴啊 请书的人真的很多 那加上图书馆 另外一边图书馆 这样的 大家都知道说 原来在海外啊 在佛光山的道场 有这么多佛教的图书 包含大师的著作 都很欢喜 我实在说 大家买书 看书 网路上 还有更多 可以看 可以听 我借用这一则 一修和尚 晒藏经 晒他肚子里头的藏经 我想 他要破除 就说 佛法大义 不是只停留在 白纸黑字上 他应该是活化到人的 牲口意的流露展现 所以图书特展 即将圆满 我多么希望呢 大家很欢喜的来 请书 看书 那之后呢 一样 可以把大师要给我们的 这些人间佛教的 许多的开示 能够融会贯通于 自己的内心 那借由思想 认知 观念的改变 然后你去运用来改变 你所说的 都是正面的 鼓励人 与人有益的话语 你所做的 身所做的 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要为了给人欢喜 那总是都是为了 服务大家的好事 这个都是美好的事情 很希望 一旦你越是学习 你越可以流露出 这一些转变的话 那你也是一部活胀经 希望这个书展有圆满的时候 但是这个通过佛法义理 能够内化 能够内化为自己的 这个整个的思维 然后再起了改变行为的 这个作用 这个过程 它是持续不断的进行 好了 今天经典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 我们下annen 我们下 dr 我们下转备点赞 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